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我是七七 感觉大陆的青年失业率自从不再公开之后 好像就不再被讨论了这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失业对社会也好 还是对人本身来说都是影响巨大的 中国的大陆是在今年的6月份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的 所以官方的数据它是停留在了21.3% 大陆的数据既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公开 大概率我觉得是因为并没有稳中向好 或者是还没有想出来什么好的办法来数据造假吧 那么我们就仁慈一点 不往那个更坏的方向去猜了 什么像大家计算出来的40%啊50% 我们就按照它这个公开的数据 我们来跟周边的地区来对比一下 我查了一下中国大陆附近地区的最新的青年失业率 那么日本呢 它最新10月份的这个青年失业率为3.8% 台湾最新10月份的青年失业率在11.56% 韩国11月份的青年失业率是5.3% 那么香港11月份的这个青年失业率是5.8% 那么即使是在也是房地产行业出现巨大问题的韩国 它的青年失业率也是很低的 台湾呢在这周边来看它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呢又去了解了一下基本的原因 因为我看到说这个数据里面 其实有65%的人他都是刚刚的大学毕业 那么可能是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 还有一部分呢是公司倒闭了 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他暂时被迫离职了 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不到10% 而因为自己对当前的工作不满 或者是因为他做的是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工作 那么这些呢加起来是25%左右 具体的原因肯定是要更复杂的 像是大学学习的内容问题 就是对于就业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或者是就业辅导这方面也有缺失 或者是呢为什么这些工作会导致这个 所有人不顺心 然后也有这么高的离职率对吧 但是整体呢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特别难以解决 或者说就是看不到解决方法的问题 所以也就还好 因为其实人并不怕发现问题 最重要的是发现不了问题 或者是找不到任何的解决办法 而中国大陆呢 他目前就是网络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男生呢就都去送外卖 女生呢就都去做直播 上次啊中国大陆这样子面临大面积失业的情况 还是要是90年代的下岗潮 但当时确实因为是因为要改变经济制度 因为要改革开放了嘛 然后呢中国也要加入WTO了 所以呢就不可能 也不允许再有这个大规模的国有制的工厂了 那么是因为变革经济所需要的一个临时性的大量下岗 但是这一次呢最大的原因却是因为是经济崩溃了 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革吧 只不过开的是历史的倒车 因为这个新闻上面都没有什么报道 所以大家可能会不知道 但是据我所知 已经有好几个这个国家的超大型工厂 是真的那种超大型 就一个机器就要好几亿的那种厂子 然后就是说在整个中国都找不到什么替代的那种巨型厂子 他们就有好几个都已经在被国有化了 而且呢在中国我觉得在大学你学到了99%的东西吧 其实都是完全不适配你将来进入社会之后的就业的 然后你从小到大上学的时间其实都已经被完全浪费掉了 他甚至没有给你时间让你去做一些职业规划呀 或者是去帮你发现你的特长啊 兴趣啊 然后将来可好就业 或者需要学习真正实用的生存技巧 这些都是没有教的 所以呢我之前也讲过好几次了 就是现在的中国除了考工 然后除了能让你进这些事业单位的专业之外 其实别的真的都不能考虑了 因为全部都太难找工作了 就算是最热门的计算机IT专业 那这几年互联网巨头它也在大幅的裁员 如果说就连他们都撑不住的话 那情况可想而知 中国其实之前的经济一直的三大支柱产业呢 都是房地产出口和消费对吧 那么既然被称作支柱产业 那么它肯定造成的经济收益呀 包括就业岗位都应该是最多的 但现在呢房地产大家也都知道就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然后整个行业感觉已经命不久矣了 那么出口呢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有意的这个限制之下呢 已经是很惨了 对我在这里是为什么要说限制而不说是制裁呢 就是中国官方说是西方制裁呢 但是呢是因为这个实际上美国 还有欧洲的一些对中国的这个限制力度 它根本就其实达不到制裁的程度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美国它是出口制裁的话 那中国的经济出口各方面的情况 是要比现在糟的多的多的 至于外贸呢 中国我感觉是已经彻底放弃了 因为它这次开的经济会议啊什么 就压根就不管没有提到 那么大家的消费 就是中国人的消费呢 也因为通缩的问题 可以说是大幅度的缩水 所以呢大陆失业的问题呢 像其他地方失业的问题大陆也有 像是什么学的专业不好啊 然后工作都让人很不满意啊之类的 但是大陆最最重要的问题是 实实在在已经没有什么工作的岗位可以给人了 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北京的清洁工的抢夺大战 就是就算白干也要守着这个工作岗位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在中国呢是每周只要工作时间满一个小时 就会被算作是这个人有就业的 而在美国呢标准是每周15个小时 法国则是每周20个小时 然后呢我又去查了中国的这个最低实行 查到了好几个数据从7亿元到20亿元之间不等 那我也不知道具体到底该信哪一个 我们就按照最高的这个20亿元来算吧 一周工作一个小时 一个月的收入呢也就是80到110元人民币 这就算是每天啃馒头这也不够吧 这居然就能算是有工作了 哎呦我 我当时查到这的时候 就是算出来之后 我真的有点绷不住了 就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 总是去笑话美国号称是第一强国 怎么还有那么多的贫困人口啊 那但是呢我后来查了之后就会知道是 美国它其实用的是自己的一套这个衡量标准 它的那个标准是要高于中国在使用的这个国际标准 大约10倍左右的 所以说美国它认定为贫困人口的人 在中国已经算是中产了 其实当然了我并不是说美国是有什么都好 什么都完美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国家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我觉得以后也很难有 但是呢就像丘吉尔说的就是民主呢已经是目前人类发明出来的最不坏的制度了 比如说美国的政治正确就很让人烦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就事论是一码归一码的嘛 那如果你拿牛头跟麻嘴比的话就毫无意义了 那话说回来呢 其实中国国内它失业和就业的这个数据统计呢 还有一个bug 就是一些灵活就业的城乡人口 特别是返乡了的农民工之类的 因为他们的社保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就有大量的根本就没有被统计到底就没就业的人 他就像是社会的隐形人一样 就根本就无人在意 总归来说呢 上面它那个2023年6月份的21.3%的数据呢 其实也是已经摻了大水分的 但既然这样呢 其实也已经是控制不住了这个数据 它就不能再公开了 那就可想而知实际上的情况是已经糟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在这里呢就很想感叹一句 做数据还真是个技术活 那么我们再一起往后畅想一下这个2024年 如果说想要增加工作岗位的话 你指望体制内和这个事业单位 其实是不靠谱的 数量其实真的很难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呢说到底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放开市场 对 但显然中共政府是没有这个打算的啊 就其实关于这个 在编制内就是体制里面增加很多很多的位置 然后去养这些闲人 其实中国古代用过很多次 但是每次他造成的后果都不太好 即使自由钱的宋朝也不例外 那么这个扩展开的话又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话题了 那么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说吧 好我们还是说回来 就是为什么中国他就是不准备打开市场呢 就因为市场经济要打开的话 它就被叫做自由市场 对吧 所以沾上自由两个字就应该很难实现了 因为毕竟嘛 我们现在这个经济 它已经需要国安部连续三天发文章严厉警告了 那明显这个经济市场 接下来也要被中央全面指挥 全面监督了 那说到底这个普通大学生 现在呢 该学什么专业呢 想了一圈 我们好像学什么在国内都没有好的一个就业前景 目前呢 在中国最大收益的行业 其实应该是带货主播了 但这个行业呢 因为它已经畸形化的发展 然后极少的人 它赚取了巨大的财富 那之前我讲李佳琦的时候 其实有说过 所以它其实对就业岗位的打击是更甚的 因为它缩短了环节 它减少了这个供应的环节 然后呢 它还导致从前比如说100亿的财富 那么可能当时是分配给几万人 甚至十几万人的 但是现在他们几百个人 就可以吃掉这100亿的财富了 那么蛋糕变得越来越小 能吃到的人还越来越少 那之前我们也讲过 这个中国人从小到大的一个病态内卷 你看这些是不是全部都一起串起来了 就是像环扣环一样 你影响我 我影响你 然后就会导致一个恶性的一个大循环 那么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呢 其实像是社会环境啊 生存压力之类的 肯定也都是导致那个病态内卷的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他们其实都是互相之间有关联的 那么当然它那个根呢 就是 嗯 那么现在中国就真的很难 在现实生活中 然后工作来养活自己 你更不可能凭爱好了 对吧 然后就是你就做自己快乐的工作 就是已经养活不了自己 就不说赚钱多少的问题 就是吃饱饭都已经是很艰难的一件事了 而且其实就算你真的愿意去找 现在也都没有什么工作可以给你做了 因为连体力活 就搬砖啊什么清洁工都是要抢的才有 中国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新闻 就是什么大学生刚刚毕业就去做保安 因为他就根本找不到工作 还有什么律师辞职了去做保安之类的 就是没有办法啊 因为做律师赚的可能还没有一个保安多 然后这个工作甚至还没有做保安稳定 所以很多人他都只能去跑到这个看起来 还火热的这个主播行业呢 去寻一丝生机 但其实发展到了现在呢 这个行业它目前其实已经被95%的这个 头部主播所霸占了 那么不再像一开始的时候就机会比较多 然后大家都比较公平的在一起竞争 我刚刚呢就看了一个新闻 说是中国的一位那个靠喝酒的主播呢 又离世了 那么这位主播之前他为了留住观众 在报道里面写他甚至还生吞过老鼠和烟头 吓死人了这是 而他呢也已经是今年报道的第三个 因为博人眼球而直播喝十几斤白酒 离世的主播了 那么其实还有主播呢为了流量他去不要命的做各种各样的直播内容 像是之前没有被封禁的大胃王啊 还有他们疯狂消耗体能的就是已经超出身体复合的 以及呢他们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猎奇食物 不管能不能吃都都都都往嘴里吃的 甚至说有些愿意接受各种各样这个变态惩罚的 PK主播等等等等 可以说他们为了打赏然后真的是已经不要命了 而且呢那些大部分这样的主播就博眼球的主播 其实他们呢也都不是因为自己要赚很多钱 他们其实都是因为有家庭有孩子 都是为了养家才出此下策的 而失了业或者压根找不到工作 然后被逼返乡的人其实也有很多 那么中国现在除了面对这些青年的失业和就业难之外呢 还面临着第一批农民工年老的问题 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呢 就是很多下岗的还有种地的 他们就走出农村 然后呢来到城市里面做这个农民工就建设嘛 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清退令 他们很多都被迫要返乡了 而中国在这方面呢为这些人的晚年生活保障呢 差不多是零 其实到这儿呢一般这个时候就是会要说一些话 安慰一下大家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真的不想说一些心灵鸡汤的话 因为什么像什么很多人说了说工作再找总会有的 然后国家会出面解决的 或者现在没有工作 那我们就在家里安心的精进自己啊 然后我们只要放平心态 然后总能等到另一种好的生活之类的 就是因为这些安慰的作用就是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反而让你就是说会逃避现实 然后不会去面对这些问题 因为其实现实中的情况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都处在今天不干活 我们今天就已经没得吃的这个境地里面了 就不存在就是让你有时间阴谋 就根本没有时间让你阴谋 因为这其实就是一个怪圈了 因为你喝鸡汤的这一刻就算是心里得到了一些安慰 但你总归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里的 那么通过我上面讲他们收集数据的方法也好 还有整个现状也好 我觉得就是像那些专家之前大致算出来的数据和预测 那中国事业的人有一半以上的话也是不奇怪的 这里面当然还有大量的是可以在 因为这个父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福利 所以他们现在还能啃啃老板的 那么也有不干活就没下顿的 但政府他目前的态度是拒绝让人讨论这个严峻问题 那么不说呢就不存在的一个态度 真的很像秦二世胡海当时掌握的秦朝 因为当时胡海是那个谁报告坏消息 他又把谁直接杀掉 那么到最后就没有人敢报告坏消息了 那么只要没有人报告坏消息 那么呢在他眼里就等于这个坏消息呢不存在 也就不用费心去解决了